按著電子測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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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圓圈 出現圓圈後可以加入已經計算好的溶質 利用刮桌將溶質加入細消杯 當溶質的讀數接近計算讀數的時候 利用左手拍一拍 右手拿著刮桌的手 直至讀數到達你計算的讀數為止 然後利用洗滴瓶把少量的蒸餾水加入溶質 儘量將溶質溶解 利用玻璃棒將水和溶質混合 利用漏豆將已經溶解的溶質 藉著這個玻璃棒流入250毫升的溶量瓶裡 所有接觸過溶劑溶質的溶氣 必須最後利用蒸餾水沖洗 而沖洗的溶液全部都會流入250毫升的溶量瓶裡 便便 當清洗的容器已經完成 最後可以加入蒸餾水 直至到蒸餾水的水平 大概去到樽頸的位置 當水平去到黑度以下2至3厘米 可以蓋上蓋稍微搖動 然後繼續加蒸餾水 直至蒸餾水的翼灣底部和黑度接觸到 首先用一個乾淨的燒杯 然後利用這個洗滴瓶 加入適當份量的蒸餾水 將移液管泵的氣質出 然後放在移液管的頂部 移液管無端保持在水中 擠壓直至水慢慢吸入移液管的中間 然後微微將移液管 傾至水平然後轉 將裡面的水慢慢流入一個盛載廢水的燒杯 移液管最後與廢水的液面接觸 提出樣本溶液管 首先將源頭的溶液 倒入一個乾淨 用蒸餾水清洗的燒杯 裡面 然後將它 利用這個輕氧化立溶液 清潔乾淨燒杯的內部 然後倒進 盛在廢水的溶液裡面 利用廢水裡面的輕氧化立溶液 沖洗你將會盛在輕氧化立溶液的細燒杯 沖洗完畢之後 將輕氧化立溶液倒入 盛在廢水的燒杯裡面 清洗完畢之後 先將源頭的輕氧化立溶液 倒進一個已經用輕氧化立溶液 沖洗的大燒杯裡面 再將這個大燒杯裡面的輕氧化立溶液 倒進去你將會盛在輕氧化立溶液的細燒杯裡面 再將這個大燒杯裡面的輕氧化立溶液 注意最後一滴溶液 需要接觸到燒杯的內壁 我們現在利用輕氧化立溶液 清洗二液管 首先在源頭 倒適量的輕氧化立溶液 進一個乾淨的細燒杯裡面 利用二液管 抽取適量的輕氧化立溶液 進行清潔 清洗的方法 和利用蒸餾水清洗的方法一模一樣 清洗完畢 清洗完畢之後 溶液被排進去 承載廢水的燒杯裡面 然後利用這支已經清洗的移液管 抽取25毫升的輕氧化立溶液樣本 進去一個用蒸餾水清洗的 用蒸餾水清洗的 250毫升容量瓶裡面 注意抽取的時候 先是水平面高於黑度 手指正在捏著移液管的頂 慢慢轉移液管 直至到翼彎的底部和黑度接觸 將移液管 插進去250毫升容量瓶裡面 放鬆你的手指弓 令到裡面的液體放出 最後一滴接觸液面 用洗滴瓶將水 加入250毫升容量瓶裡面 直至水平面低過黑度少少 先蓋上蓋子 上下倒轉搖晃 將溶液搖勻 打開蓋 再繼續加入蒸餾水 直至翼彎的底部 接觸到黑度 稀釋組的溶液 先倒出一個乾淨的燒杯 利用另一支 已經用蒸餾水 沖洗乾淨的移液管 進行稀釋溶液的清洗 清洗的方法 和剛才清洗移液管的方法是一樣的 清洗完畢之後 利用這個已經被稀釋溶液清洗的移液管 抽取已被稀釋溶液 分別抽25毫升的稀釋溶液 至於四個圓追平內 注意翼彎底部 要與黑度接觸 而移液管排出的溶液最後一滴 亦需要與液面接觸 最後加入指示劑分泰 因為輕氧化立溶液是簡性的 分泰遇上簡性溶液就會呈現粉紅色 清洗滴定管 先把滴定管關上 利用洗滴瓶 注入蒸餾水 將移液水 將移液管水平放置 然後微微 動移液管 將滴定管的開關打開 讓蒸餾水 讓蒸餾水流出 讓蒸餾水流出 關上滴定管 滴定的裝置會是這樣的 先檢查 架會不會是放正 將滴定管夾 夾在架上面 將已被蒸餾水清洗的滴定管夾在架 用漏斗 加入已知龍道的輕綠蒜 在加鹽上 其中 將已被蒸餾水流出 放進燒盤水裡 然後清洗的方法 跟剛才用蒸餾水清洗的方法是一樣的 設計在清洗完滴定管之後 需要將滴定管的開關關上 將一個盛載廢水的燒杯放置在滴定管的下面 然後將滴定管注入已知濃度的溪氫六酸 注入完滴之後 檢查滴定管是否放置正確 降落水清洗完滴定管 要留意敵定管的嘴巴會否有空氣積聚 如果有的話打開敵定管用翼排出時會連同氣泡一起帶出 紀錄起始讀數 觀察敵定裝置是否已經裝置完畢 進行敵定時注意左手控制開關右手搖晃圓追平 左手嘗試控制敵定管排出液體速度 會是快慢敵 一路控制敵定管的開關直至加入一滴的酸溶液 圓追平的溶液顏色由粉紅色變成毛色 記錄最終讀數